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写的这个等于说是一本侦探或者说是动作暴力 也不算暴力动作小说吧 我心里面是觉得是把它看完之后 是把它当作一本中文的或是中国人的007的一篇电影故事来看 作者追风人他是一个台湾人 他是在台湾完成了大学教育 在赴美国加州读航空学取得博士学位 并继续留校从事研究和教学 在美国住了30年 然后到了香港的一个大学继续研究教学 那他的主要研究是在航空气象学和近岸河口海洋学 他曾接受香港政府和中国科技部的委托 主持大型的科研项目 所以他也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经历 作者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和成功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退休后呢 就继续在北京和台湾开课 他的第一本小说叫做追风的人 他的笔名叫追风人 他是在2008年风云时代出版 那这本呢 远方的追集是他的第二本小说 那这本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呢 他是讲述了一个美国的华裔律师 和中国的大陆的公安警察 以及一个台湾的情治人员 在追及逃亡一个犯罪分子 和一些恐怖分子的活动时候 所发生的一些故事 那这群年轻人呢 不论是律师啊 公安警察 情治人员呢 他们是层层有层层相扣的一些关系 那跟这个华裔律师 也有很多的这个恩怨情仇 那这个故事 他是描述了社会正义 与邪恶和腐败 做殊死斗争的一场战争 他们在各自的原则立场 和对专业的信手里拼搏着 同时在感情的世界里也挣扎着 他们有浓浓的爱情 有激情 也有崇高的自我牺牲 他们用生命来作为 对社会正义的承诺 这本书呢 看完我说的是 有点像是007小说 因为它有蛮多的 情治人员的斗智 斗力 也有一些跟情治人员的一些爱情激情 所以呢 有点像是007的感觉 那当然 他书里面看不到有多么先进先进的一些科技的一些情治 间谍的一些工具 但是呢 他是整个过程的 他是侦办 等于说是侦办在横跨美中台三地 甚至于远到菲律宾 到北极的 甚至到中东的一些 这么大场景的一个故事背景 怎么样利用 这个 这个三地的这个情治人员的力量 来把一些 包括中东的恐怖分子跟江 跟藏独的一些恐怖分子 所谓东 东图的一些恐怖分子的活动 把他消灭 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但是故事中呢 这些人物的串接跟故事的连接 其实蛮紧密的 我感觉说 这个作者 他其实应该是一个生活经验 非常丰富的一个作者 那我一直以为他可能在 这个 因为书中曾经描写了很多 有关于科技的一些 应用的一些武器的描述 跟一些暴力活动的描述 我以为他是应该是一个科技人 但是后来看到他是属于 属于学习海洋气象学的一些 专业人员 但是他对一些 中国一些古文学啦 或者说现代一些科技 都有蛮多蛮多的涉猎 那看完之后觉得说 虽然很长 但是故事情节相当的紧凑 也是蛮值得 适合大家推荐的一本 好看的小说 那我总觉得说 当然说跟西方的007的故事 可能有不同的层次 跟不同的路线 但是总觉得中国文中 这些小说来看 其实有他很大的一个 独特性跟他的一个优异性 只要能够适合 这个中国的人口的阅读 他的市场就够大了 那我为什么提到说 他这个作者呢 对于中国一些古代的一些文学啦 或者说古代的一些风土人情 有一些地方他介绍了 他透过这个美国华裔律师的介绍 等于说是讲出了他对这些中国风土民情的一些了解 也是觉得是增长健吻 那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 两个故事 在这本书里面 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知道 中国古代在娶亲的时候 新娘都要戴红头巾 那要放鞭炮 那这是什么道理呢 所以书中的作者呢 就透过这个 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啊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是说 相传啊 江子牙在封神的时候 将咒王封为喜神 这个也是蛮奇怪的 他是江子王 江子牙封神 为什么会把咒王分为喜神 我不了解 那这个喜神呢 是专门管人间的婚姻 谁家结婚啊 都得请他去当 请这个喜神来送喜 可是啊 咒王他有个老毛病 他就是看见谁家的新娘子漂亮 他就抢回去 据为己有 那老百姓们呢 虽然很气愤 但是在娶媳妇的时候 也不能不请喜神 无奈之下 就去找江子牙想办法 于是啊 这位江太公就告诉他们说 首先啊 要用一块红色布 把新娘的头蒙住 让咒王看不到他的真面目 也许啊 就死了要抢女人的心了 要是咒王还不走 就在新娘子进门时放鞭炮 果然 咒王看见了蒙头红 又听见了鞭炮声 就吓得赶快 驾驭运回天了 那为什么这个咒王会怕红头巾 红色头巾 会怕鞭炮呢 原来是这个样子 原来武王在罚咒的时候 是打着一面大红旗进军英都的 咒王死了以后啊 他的头又被砍下来 挂在红旗上 并且两军交战的时候啊 咒王啊 又被江子牙的绳鞭抽打过 所以啊 他一看见蒙头红 一听见鞭炮声 就以为江子牙来找他了 赶紧就往天上逃 从此 娶亲的人家 就给新娘蒙上头红 再放一长串的鞭炮 把咒王赶走 新娘子啊 就能平平安安的进房 接近洞房 所以呢 蒙头红就成了新娘子的护身符了 这是故事 这是在故事里面讲的一个 封中国封土民俗的一个 另外一个故事 很有意思 那接下来我会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是所谓的 我们常常听到的 所谓的乌山云语 所谓的 中国人讲的敦伦之礼 就是讲说 好听点的成语叫做 行乌山云语 那这乌山云语的故事典故 又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那这本小说里面 也有了一小段的介绍 乌山呢 是现代重庆市的东大门 是游览长江三峡的必经之处 是长江三峡这个库区的重镇 乌山历史悠久 古籍分层资源丰富 他是在204万年前的 亚洲最早之类人 乌山人就在这里生息繁衍 乌山呢 自然风光独树一池 文明中外的长江三峡 乌山就拥有乌峡的 全部和驱趟峡的大部分 乌峡以幽生秀丽文明 峡生古长 迂回曲折 著名的乌山十二峰 平列大江南北 由以神与峰 最为秀丽 峡中的云语之多 变化之凡 云太之美 与景之奇 令人叹为观止 古代著名的诗人袁枕 传之千古的绝唱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就是对长江三峡乌山 那万古不衰的神韵和魅力的概括 乌山里面的三台八景 笼罩着神秘的色彩 三台是什么 三台就是寿书台 楚阳台跟展龙台 那八景呢 就是朝云暮雨 南陵春晓 夕阳返照 宁河宛渡 清晰渔调 晨潭秋月 休风禅煞 女真观石 由于在这乌山的八景之中 朝云暮雨 占有重要的位置 因此人们将乌山云雨 作为标志性的景观 而观看乌山云雨 就成了另外一种美的享受 如果前往乌山而错过了云雨 便会有过宝山 而空手而返的这个终身之汉 那至于乌山云雨 成为男女缠绵 情爱之事的说法 最早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 楚慈 高唐妇 神女妇等古文 这些古文写的都是 楚霸王和宋玉 一起游览于梦台的故事 他们在游览于梦台的时候 宋玉说 以前先王 也就是楚怀王 曾经游览此地 玩累了便睡着了 先王梦见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 她说是乌山之女 愿意献出自己的枕头席子 给楚王享用 楚王知道悬外之音 非常高兴 立即宠幸那位乌山美女 乌山之女临别的时候 告诉楚怀王说 如再想臣妾的话 就来乌山找我 早晨是朝云 晚上是寻雨 高唐妇 神女妇等古文问世之后 在后世引起极大的回响 云语一词 也越来越多 见于各种诗文词付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曾写 有感一诗诗中写道 一字高唐复尘后 楚天云雨 静堪尼 诗人杜甫也写道 遥落身之宋玉杯 风流儒雅亦无师 怅然千秋一洒泪 萧条一带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闻早 云雨荒台起梦思 醉世楚空俱敏灭 周人指点道经宜 于是云雨就渐渐被人们所接受 人们认为用云雨一词 形容男欢女爱的活动 既生动形象又文雅贴切 于是云雨便成为古代小说中 描写男女房世间的常用词语 所以这番故事也解释 让我们跟你说有点毛赛顿快 或者说是有点豁然领悟 这些我们常用的一些词语 原来它的来源典故是这样子 所以看这本书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所以今天第一段就跟大家分享 这本书的一个介绍 好 第二段 好 第二段继续谈一谈林书豪吧 林书豪这个礼拜的战绩呢 打出赛时间还不多 因为一方面放假 一方面他们呢 这个礼拜呢 要开始远赴西岸 来开始到西岸各城市打球 那他唯一的这一场比赛呢 跟这个 我们也知道 跟东岸的波士顿塞尔提克队呢 打起来 其实两队实力很接近 但是就看起来是 这个波士顿呢 技高一筹 赢了这场比赛 而林书豪的表现中规中矩 没有太突出 也没有太不好 一切看起来就是很平平常常的一个NBA的player 给人的感觉是说 German你在场上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喜欢他的人 有很多不喜欢他的人 目前 NBA这个球团呢 有很多人希望他是 今年呢 NBA第六最佳人选 最佳第六人选的一个 候选名单 那他是 人们说他是这个候选名单之一啊 有机会 能够争夺今年的第六人奖 那第六人奖 当然是对于 球队里面的这个 所谓的最佳板顿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 奖项 那林书豪今天 也因为他是板顿 所以有机会来跟大家进入这个讨论啊 进入这场竞赛当中 那他在板顿中 他的力量 其实给人感觉是一种安定的力量 他能够带领板队 有一个很好的 板顿能够很好的融合 跟融洽的一种传球 或者说是打法 那他也率领这个 黄蜂队的板顿 打了很多场不错的好球 让先把先发的这个成绩啊 都比下去了 那事实上 German林呢 在场上他的作用 其实当然他的得分 没有像他们的先发空位 这个走路功那么高 walker那么高 但是他在场上的效率 其实是非常值得大家来 称赞的 也值得大家来观察的 这也是因为什么 他可以在这个 重心云集的这个NBA球队 这个板顿球员当中 能够有机会 获得这个第六人奖的这个讨论 当然呢 他自己本身 因为他事实上 在今年球季 他出手的次数相对是 不多的 其实他之后在 在他离开 在从火箭队之后期到他 到狐人队到现在 他出手次数永远 其实是少的 不知道一方面是他 对自己的信心不够 还是教练的安排 还是说他自己觉得说 在场上传球 或是场上倒球 让球能够不断的 move 是他的主要的功能 还是说他有任何的考量 那他出手的次数减少 再加上他平均 四成左右的命中率 他一场的得分 也就是十分到十五分之间 这种距离 那没有太突破性 爆发性的表现 那一切中规中矩 但是呢 中规中矩当中呢 他也是不断的把球队 带着球队 跟着球队 一起往前去运转 在今年的球季中 在目前进行了 大约三分之一的球季里面 让他的球队在 至少是属于在 前八强所谓的 因为最后有八名队伍 要进入这个季后赛 在前八强当中 虽然曾经也高过第二名 也现在有调到第十名 但是呢 基本上是属于竞争 有竞争性的球队 那他在东区的这个 NBA的球星选拔里面 他也是跟另外的 那个法国老Betterman 同属这个 前十名的这个 Voting的球星当中 那他的表现呢 也许不是太突出 但是因为有许多的球迷 喜欢他 那也有很多的球评 写了很多的建言 给这个教练 那也建议他说 应该有不同的打法 那教练对他 应该有不同的用法 因为其实可以看到 当他在场上的时候 先发的时候 其实他的爆发力 跟他的创造力呢 是可以把球队 带起很多不一样的 一些力量 那但是呢 教练也许有他的做法 那教练也跟 林淑豪沟通过 林淑豪也说过 他在加入这个球队之前 跟教练团的这个沟通 有了很好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结论 让他愿意心甘情愿的 加入这个球队 所以球队的打法 也是我想也跟林淑豪 他自己有新的想法 也不会差太远 那很多其他的人 或者说球评啊 观察家看到他的打法 其实是希望他说 他能够多多的自我表现一点 因为在球场上 看到他对球队的 这种传球助导 其实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很多时候 球回不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也需要自己能够利用 那短暂的持球的时光 时间呢 能够多多进攻 让自己成为一个进攻的武器 而教练有时候 有很多时候 是需要进攻的武器的 而且是有效的进攻武器 而四成左右的得分命中率呢 其实是一个 可以成为教练心目中 能够倚靠的一个进攻的武器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这个林淑豪 他这个未来能不能有机会 成为这个东区的明星球队 可能有票选的机会 可能不大 那是不是能成为最佳第六人 只要看他未来 至少说在未来的 三分之一的球季里面 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 让自己的球队 在前八强之中 然后呢 他的保持侵略性跟进攻性 让他的得分 至少能够维持到 平均得分12分以上的水准 诸空至少要三次以上的水准 那这样的机会 他才真正能够真正成为 有机会成为 这个NBA的最佳第六人 那另外一个 其实这个小部分呢 我觉得其实蛮重要 但是不太多人去谈 就是林淑豪今年的防守 其实是相当的认真跟卖力 而且表现来讲 其实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 火锅 我们说叫做英文叫做block 这个block平均来讲 他一季呢 这一季目前为止 已经统计 差不多是接近 0.7或0.8左右的block 就是平均每一场 接近有一个block 而上一场呢 对这个Boston 他有两个block 那这在 这个所有的控球后卫当中 其实他是第一名的 因为通常比block 是我们所谓的 常人的中锋 大前锋 来比的数字 而不是控球后卫来比的数字 但是以他这个身高 跟他打的位置跟时间呢 能有这么好的这个block的成绩 其实表示说 他在防守端 其实现在他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 这是以前在火箭队 在McHale 在当教练的时候 认为他是太弱的一环 所以被后来的 Beverly可以取代 那现在来看 其实他假认真做 他其实可以学得很好 也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成为球队防守中 非常重要的一员 那黄蜂队这未来的球技 在明星赛之前的球技 场场都很重要 场场也都希望林书豪有很好的表现 那走路工呢 其实有时候看他场上 我的感觉他是 虽然有时候有很毒 但是他的体力 跟他的这个拼的精神 跟他的球 等于说 应该说是 不只能说是他的球品吧 应该说球品 就是非常的好 不论犯规或怎么样 其实永远看他是笑笑的 很高 就是心平气和的 不会生气 不会动怒 不会暴躁 所以我觉得他的球品很好 他的这个 在场上的体力也非常好 所以是 深受教练的喜爱 因为他有时候能够创造很多的 这种很creative的进攻方式 给球队带来很多的surprise 观众需要这种 新级的这种surprise 观众需要的是 看到有些时候 意想不到的一种 特技表演般的这种投篮 会激起了观众的这个高潮 也会带领球队 有个更多的这个 往前冲的力量 所以教练会喜欢这样的球员 那另外一方面 林初豪就会相对会被冷落下去 那未来呢 这个黄蜂队的 本来的当家中锋 艾埃杰弗森会回来了 看看他回来之后 球队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发展 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报告 那今天呢 是今年的 刚过完圣诞节 新的一年2016就将来到了 祝大家新的一年 会有更好的 事事顺心 更好的发展 谢谢